如果現在記者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基隆的海星公園 其實這裡算是天然的海水免費游泳池 因此不管是平日還是假日都有不少遊客來 不過因為颱風即將來了 但還是有民眾甚至颱風來之前來稍稍暑 但也挺稍早訪問 是特地想說等到颱風來前 不是啦 是因為我們已經安排出來玩了 可是碰到颱風就沒辦法 想說順便還好今天好像還沒有很大 就趕快趁機會玩一下 等一下就離開了 第一次來游泳 我們每天都來游泳 要不要擔心颱風 等一下 颱風下午就跑掉了 早上趕快游一游 那今天風浪有變大的感覺嗎 這個還好 平常有時候冬天的時候浪更大 了解 所以有沒有被颱風快來浪有比較大 稍微啦 稍微大一點 可能下午就浪很大 可以看到民眾是帶帶著孫子一起來游泳 因為他們本來就計劃好游泳了 也想說趁颱風還沒來之前 快點游一下之後再趕緊的回家防台 而根據氣象署的最新資訊 其實這個基隆的暴風圈的侵襲率 是高達99% 那事譽會不會放假 台北市長蔣萬安表示 北北基將會來一併公布 不過也是要提醒觀眾朋友 現在不要看一下因為艷陽高照 天氣好像很好 但其實因為颱風是逐漸的在靠近台灣當中 因此還是要做好防台準備 以身現場為你掌握的最新 三個月 感谢观看